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开始进入竞选期 雨季恰巧也提早到来了 虽然全国大选日期试图避开水灾季节 但是根据大马气象局预测 从今天开始东北季后风便会登陆我国 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东北季后风比预期来得更早 大马气象局总监穆哈默·希尔米表示 这次的东北季后风预计一直持续到明年三月 这期间预计会有四到六场连续大雨 低洼地区因此可能会发生水灾 而且从今年十二月到明年二月 大雨会集中在罗佛、东马沙巴和沙拉越 气象局也提醒 这个月开始到明年一月将出现多次大涨潮现象 如果持续性的强降雨和大涨潮一起发生 这将会大大提高发生水灾的风险 与此同时 气象局网页显示 这个星期沙拉越和沙巴会持续游雨 其中一两个内陆地区也会下雷雨 因此气象局呼吁民众 为季后风的到来做好防灾准备 随着东北季后风提早到来 选民关注大选期间如果不幸发生水灾 选举活动是否会受到影响 看守首相拿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就对此给出了回应 他说大选如果遇到大水灾 将会召集所有相关部门洽商 并交由选举委员会定夺是否需要停止选举 无论如何国民登记局以大派定新闻 选民因水灾面对大马卡损坏或遗失 可马上申办替补证件 以便在大选时投下手中的一票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守着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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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